好,我们继续消道系列 陆乳风轻 说的也是周朝一个人 非常孝 他父母眼睛患有疾病 然后想喝露奶 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 他是想喝还是需要喝 实际上一个人身体通透 灵光的话 他想要什么 其实就是需要什么 他不是过度需要 如果是过度需要 我们就不管了 对他反而有害 也不是说每个人需要 我都在给 但实在他没办法 那我们就伸出援助之手 然后这个露奶 如果说从需要的角度讲 我们就需要那露 在中医里面 是可以查到的 他的行为归经 中药 它是 这个纯阳 通外 就是露肉啊 尤其露绒呢 长寿 有这个作用 所以 所以这个露 代表阳 代表火 那奶呢 就代表水 你看 有人说男人也有奶 那男人的奶不能用 那不中用啊 所以这个女性 这个自然它功能 它是一人性 然后 它也是比较柔的 因为它是给小鹿喝的 给慢慢培育 你看 这一水一火 它又起到通外 那水跟火 那通外什么通 水生木 木生火 可以干 开窍于木 那木 眼睛 又是心神 所主 又代表火 那 这个就可以喝 你就应该喝 管用 所以啊 这个理啊 你看不是我们乱想 真的 当你 灵光了 你就会 什么 就先手念来 这个 中医 不管什么 就一行不行 就可以这样 行神合一 这个都是同理同道 因为 天地精华下来 就是 产生这些东西 就是因这些而化 然后它就搅拌成 这个 披上鹿皮 的人 去喝奶 去取奶 然后鹿就给它了 很奇怪 可见这个 食草动物 一方面很文顺 二一方面 都是通人性的 都是通灵的 知道你没有恶意 那它就算再傻的 对吧 也是给你的 也是 奉献 这一期我们讲不完 多说一点 这个动物里面 至孝的 还有 我们都说这个乌鱼 实际上就是黑鱼 不是章鱼 不是现在所说的 这个 到家里面 有的不吃什么肉 还有一些其他教派 什么什么 少吃肉 为什么不吃这几样 我们在前面的课 都说了 那到 我后人冠名 忠孝结义 这四个肉不吃 忠 就是牛 我们轻轻看看一辈子听话 理经里面要讲 牛说最顺的 然后孝 就是这个乌鱼 抖个包风 为什么这个叫孝 去翻前面的课 然后结是大雁 一生忠真 一个伴侣 义 是狗 随机上狗也忠 那狗 它讲义 首先危险 就是上了 忠义 其实都是连带 都有